電玩展1月25號 在後天即將正式登場了 但是今天我要問的角度 有一些些的不一樣 我問一下 當然要進入寒假了 然後又述忘記 是農曆新年的紅包行情 但是遊戲股碰到 這個大展要登場 到底會是起漲 還是恐怕就最後一把了 我覺得如果來要相對高點的話 大家是可以先賣一趟 但今天幫他帶來股票 其實後面還有一些新的題材 也許拉回之後 還有更高的一個高點可以做期待 來 誰有新的題材 對 那我們首先來看到電玩展 畢竟就是禮拜四到這個禮拜天登場 那也是最近這四年 最大的一個遊戲展 有370家業者 那主要展出所謂元宇宙 甚至是AI相關的一個熱門議題 又有300款的遊戲 當中有軟體廠跟硬體廠 像日本的主要的Sony 還有這個Switch 都會來展出相關的硬體 跟所謂的設備 甚至S-Bus的部分 這一次一個重點在他們論壇上面 會討論到AI對於這個所謂遊戲的幫助 其實我覺得今天傳出來一個消息 就是Google它今年主推AI 同時它今年財源數也要來到這個史上的新高 就是因為生成的AI有助於這些軟體廠商 可以做一些所謂的財源的工作 你不需要那麼多的工程師 所以如果以這個Trainforce所提到的 AI對於遊戲產業 你可以看到相關的產出可以透過AI來做 相關的圖樣可以透過AI來做 相關的音樂也可以透過AI來做 裡面的角色的一個對話也可以透過AI來做 所以也代表說AI跟遊戲產業 我覺得其實是相關 所以當然這一次展出上面 可能這個各家常常就會說 我透過AI可以讓這個遊戲的生產變得更加快 我有什麼樣的一個所謂的一些圖像的一個產生 可以透過AI來做 所以這個當然對整個遊戲業來講 我覺得長線上來說會造成所謂的成本的降低 因為可能不需要那麼多的一個工程師了 另外它產出效率提高的話 我覺得整個營收我覺得有機會成長 所以這是一個根本面的一個改變 但在短線上來講還是大家關注的是題材帶動的一個效果 那我們這次提到除了AI跟遊戲的關係以外的話 另外大家可以留意到 就是說這一次展展上面 電競我覺得是一個重點的題材 電競啊 對 那因為這個思汗在1月份去美國的現代 那我剛好看到這個我們非凡的螢幕上面 就是這一次的影片上有展出一個微星的電競螢幕 它非常特別就是說 它的一個邊緣式的運算AI是內建在螢幕裡面有一個 AI的工具跟晶片 可以去看這個螢幕上面遊戲裡面的玩家的一個動作 所以它可以透過這樣的方式 這個是所謂的英雄聯盟遊戲 一般來講玩這個遊戲就是 你可能這個遊戲的四個方向都有機會來的敵人 對 那我們一般用人去看嘛 可能敵人在這邊 你就忽略了這邊可能來一些敵人 它可以透過這個AI去監控說 它跟你講說敵人從下面來了 所以你就可以在一邊對戰這邊敵人的時候 AI跟你講說你可以留意到下面有敵人來了 所以第一時間會讓你在遊戲裡面反應變得更快 那這個螢幕一出來之後 這個遊戲論壇一片罵聲 為什麼 不公平 因為有AI的人才能夠隨時的監控敵人在哪裡 對 就說是作弊啊 因為一般來講所謂的遊戲 一般所謂的外掛程式會灌在這個電腦主機裡面 那遊戲廠商會透過這種程式掃描去監控你 但如果是灌在螢幕上面就沒有辦法掃到 所以很多的論壇都在罵說 這根本不公平的作弊工具 然後下一句就說 這三月出來我一定要去買一台 所以它的AI功能直接灌在螢幕當中 你就沒有辦法從主機去阻斷它了 所以很多遊戲玩家邊罵邊說我一定要去訂購一台 所以這就帶動到整個所謂微星相關的一個產業的成長 那所以我覺得這一次的題材就是說 S&S AI對於遊戲的幫助 另外像這種電競的題材 對一些電競產業我覺得會有些新的更換 那很大的想像空間 對 很大的想像空間 那再來看到除了這個以外 我覺得遊戲業另外一個題材是1月26號的LiPad 登錄這個新櫃 你看到它尖效法說已經提到了 登錄新櫃的價格是多少 348元 這最新 昨天玉堂有講到這個 但是預估每股是300塊錢 所以今天的價格出來 比預估的還要更好 對 掛牌348塊 因為它這次持收資本是6億元 所以我們幫大家算出來 這兩個數字乘起來的話 掛牌是直接來到208.8億元 一掛牌就已經200億的一個市值 那我們可以對比到台灣第三方支付之前 最高的一個股票是綠介科技 那時候新櫃股價 我記得衝到1500塊的時候 它的市值是205.3億元 所以代表這個LiPad一掛牌之後 它市值直接超越我們第三方支付的股王 綠介科技 所以也代表說 一般來講這個掛牌價 因為在新櫃它沒有漲跌幅 那以LiPad在台灣的市占率來講 我覺得會有非常大的一個想像空間 就像你剛才講的有雙重題材 包括了電玩展 然後又有LiPad即將登陸新櫃 哪一些個股我們就可以去測一下人氣 對所以我們剛剛跟大家講 第一個LiPad你要去買 可能還是要準備比較多的資金 因為348塊 如果當天蜜月掛牌是衝到四五百塊以上的話 我覺得對大家來講會有一定的負擔 但畢竟我覺得LiPad它在台灣市占率應該無庸置疑 因為每個人都會用它 每兩個人就會有一個人用到LiPad 所以我覺得這個長線上來看的話 獲利其實沒有太大問題 只是說價格真的比較高 那遊戲股我們剛剛提到了 很多遊戲股如果沒有一些新題材在動的話 遊戲展開要相對高點 你可能要先賣一趟 但我們今天幫大家選出來的遊戲股 我覺得都有一些各自的題材 第一個星象 當然大家無庸置疑就是遊戲股的股王 剛剛跟大家提到 我覺得它是下一檔千金股的候選人 因為它每年的營收都在創立新高 那為什麼要特別提博弈遊戲 因為農曆的時候 這個所謂的博弈遊戲相對的業績是一定最好 因為大家可能就是手癢會去 這個線上玩一下相關的遊戲 所以它本身的一個獲利營創立新高 而且很多檔的高股息也會買它 為什麼高股息會鎖定它 因為它獲利非常穩健 每年現在去年的數字大概可以裝到40塊以上 那配息率也配得非常高 因為這種遊戲公司本來就毛率很高 你看 頭戲一直買 對 12 月份很多高股息鎖定它之後 就一路買 買上去之後你會發現到這一波漲得非常快 但休息整理回來之後 現階段股價又快要過到807塊的高點 所以如果接下來這頭戲買盤沒有結束 而且搭配上說它的旺季是有機會延續到農曆年 所以1 月份營收 2 月份營收 我覺得都有機會是一個不錯創高的格局 那股價是不是有機會去挑戰千元以上股王 但我覺得是可以比較樂觀去期待的 好 第一檔心象 第二檔為什麼看好智慣 對 智慣我們剛剛提到的嘛 Light Pay掛牌 那它旗下有所謂的這個藍芯科技 那我藍芯科技去查一下 目前藍芯科技的市值差不多在14億左右 剛剛提到那個Light Pay是208億嘛 那藍芯科技預計在今年3月份有機會掛牌 所以如果說Light Pay掛牌的時候 它市值從208億充到500億好了 那藍芯科技有沒有機會漲個3倍4倍 對這個所謂的智慣來講 它持有藍芯科技的成本 我那時候去查一下 大概它持有成本是每股大概14塊以下 所以對智慣來講就會這種掛牌的想像空間 那另外因為網銀國際跟智慣搶經營權嘛 那我們去查一下它的大戶籌碼會發現到 網銀國際一張都沒有賣 所以一般來講董軒改選行情 大概3月份股東會之前都有機會上演 所以我們來看到智慣的股價現行 你看之前這一波網銀要買它的時候 是漲了一倍上去了 然後後來這邊網銀跟智慣在報紙上面罵一罵去之後 連續跌停下來 但最後發現到它的這個大股東成本這一天 這位置點上面就再也沒有跌破了 所以之前的網銀國際這邊大買這邊又大買 所以代表股價如果回到這個大概差不多季線附近的話 你買進的成本可能跟網銀國際 後來再買的成本是差不多的 只要網銀國際不賣 那我覺得就有機會 那剛剛提到了 因為所謂的Light Pay掛牌 所以理論上來講第三方支付股票 如果這個禮拜五有一些命運行情 對智慣來講50%的藍芯科技 就有非常大的想像空間 所以有可能在這個禮拜 因為股價這個位階真的相當低 你看軍線呈現糾結 有機會如果帶量網上攻擊的話 也不排除說可能在禮拜五 甚至之後可能股東會之前股價有沒有看去挑戰這個前破高點的機會 我覺得是有這樣的一個想像空間了 了解第二檔志冠 第三檔為什麼看好戴椅子 戴椅子我覺得他就是所謂的 這個第三方支付裡面比較被低估的 因為我們剛剛提到有綠界科技嘛 然後藍芯科技 綠界科技已經掛牌了 他最高40是205億 那藍芯科技還沒有掛牌 但有想像的空間 那戴椅子有誰 他有紅洋科技 所以我們昨天說藍綠紅 紅就是他 但因為紅洋科技還沒有賺錢 所以預計他掛牌時間點可能要拖到今年的年底 但畢竟他還有誰 他底下有全達 全達持有藍芯科技33% 他當然這個題材非常多 那只是說昨天衝高之後 那今天是出現一個比較明顯的 黑K棒吞噬昨天的一個紅K棒 但如果以戴椅子今年的狀況 我覺得他第一個去年獲利非常好 那旗下的一些子公司的獲利也慢慢進來了 不管在核證 不管在全達 都代表我覺得今年戴椅子集團的一個表現 應該會不錯 那股價現金把它拉長來看 會發現到他其實位置也不高 是 在這邊晚行底 足底要往上突破的一個型態 所以我覺得這樣股票一樣 就等禮拜五 真的這個LinePay掛牌之後 看有沒有往上突破的貢獻 如果有的話 也許不一定說遊戲展之後他就會跌 而是可能未來還有一些網上補漲的機會存在 你選的是立台維新跟原鋼 我們選一檔來跟大家介紹他的題材跟操作策略 那我們就講立台好了 因為立台剛好是板卡裡面最強的股票 因為他是美超維創辦人的包弟 參與他的私募 所以發現到立台股價非常有趣喔 你看一下他的股價現行 這邊是往下破底 因為虛擬貨幣最近股價非常弱 但是在這個美超維提高財車之後 連續三根的K棒往上拉高 現在快要突破前波的高點 他跌一個月三天就漲回來了 對啊所以我覺得這種股票 但第一個 他現在股價現行就跟美超維連動 那美超維因為是1月29號才真正公布財報 所以有機會在電玩展加溫底下 他先過了前波高點 那到美超維真正公布財報之後 如果真的還在創意的新高 那我覺得立台其實要往上過高 可能就不會有太大問題了 了解了謝謝漢偉 請先回座了 最後惠子老師我們要請您上台來 農曆年封關倒數計時九天 先談明天哪些關門重點 先看明天來說的話 第一個那這兩天的話 指數表現相當強勢 但是呢不可會員就是呢 無日線的管理是大了一點點 所以呢現在靠近前高17956這邊的話 那短線上可能還是會稍稍震盪一下 這個機率是比較大 但基本上這樣來講的話 我認為是一件好事 因為第一個來說 你管理太大的時候衝過去 也可能會遇到非常大的震盪 所以呢注意就是說 但可以留意到貴買現在是比較強勢的 而且他是軍量在上升 那貴買已經連拉三根紅可以出來了 那目前看起來是比較容易會先創新高 這表示說呢市場的焦點 開始慢慢從大型的股票 移到中小型的成長股 所以可以注意一下 最近的話有這樣的一個變化 那再來的話呢 就是說市場現在其實空手還很多 所以即便有些震盪的話呢 都可以去縫低去注意 因為目前來說我覺得開始漸漸有一些 嘎空手的味道出現 是的 然後再來的話呢 就是注意剛剛外資的傾線 或剛才幫大家追蹤了 那基本上來說 這樣的一個現象 不能夠持續下去 還有一個很重要就是台幣 台幣來說的話 那是不是指貶回升 那我認為這裡來看的話 其實有相當大的機率 那台積電來講的話呢 如果守在609 他還是去搶 那BWA帶動出來 包括IP跟IC設計 那指標股的話大家可以看一下 除了這個之外的話呢 當然你還是可以關注一下台積電 還有包括剛才講的比較大的 埃及設計的龍頭 像是聯發科等一等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什麼 傳產的一些 比較弱勢 受中國大陸影響的那一些的話 就至少不要再破敵了 謝謝惠子老師 謝謝今天在座做的嘉賓 關心台積電 再做一個小時的功課 稍後關心的是 今天到底美股表現如何 台積電的夜盤 或許在今天可以小事伸手 然後明天同一時間 回頭鎖地前線百分百 我們明天見囉 謝謝大家